其实关于合理调整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过去其实想把它入法 但是确实这个事情 造成各个领域的变动 其实是蛮多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 其实后来这个卫福部 有一个这个 与不造成不成比例 或过度负担之情况下 进行必要及适当之合理调整 我觉得这个写法 就创造这个写法是聪明的 这是第一个事情 可第二个事情是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叫做合理调整的主流化 假如我们有个这个工作 叫我先把它命名 合理调整的主流化 但这个主流化的工作 可能它不容易一触可及 所以它其实是会有个 推进的过程 而且会需要政府 来做很多的协助 也不是只是把这件事情 只是简单的丢给民间 我现在问题是 卫福部这边 有没有一个合理调整 推动的一个行动的计划 因为不见得很多事情都适合 一下子马上就入法 但有没有一个合理调整 推动的一个行动计划 就合理调整 往前推进的各种策略资源 还有目前的阻碍 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让合理调整这件事情 可以在一个过程里面 慢慢的成为 不要讲慢慢 尽快的成为一个 大家期待的这个主流 所以也可以让障碍者 也可以让该提供 合理调整的人 更快速的得到一定的 公部门的支持跟资源之下 变成是大家都能够 达到这个目标 我说有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计划 这是我想问的事情 谢谢 他同时有合理调整指引 跟协商的程序 这个是我们支持 也是我们接着要去做的 也回应洪森汉委员 基本上这个涉及跨部会 各个部会甚至于民间 雇主或是所有的民众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 作为或概念观念的一个翻转 所以我们大概会先做第一步 就是我们会把合理调整的指引 还有相关的一些协商的程序 要先拟定出来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guide line 可以去推动 那不是一蹴可及 的确不是 因为它涉及面向这么宽 那包括民众的一些观念 要怎么样去翻转 甚至于我们所讲 不造成不成比例或过度负担的情况 这个是CRPD里面的文字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 这个不管是提供 就义务方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然后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所以这个是必须历经一段的一个过程 那后续呢 我们会来找相关部会 来一起讨论 其实我们现在结论性意见里面 也是会要求各部会 要有一些行动计划 那要把这些观念都要放进去 包括合理调整的部分 我要说我刚刚指的 并不是只是一份指引 指引是必要的 教大家怎么做 可是今天合理调整的 义务的提供方 它还是会在这里面 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我们会需要政府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些阻碍 或者是政府也必须有责任 提出一些资源 或者是提出哪些协助 可以帮助大家克服这些阻碍 不是只是告诉你一个指引说 你必须这样做 或者你应该这样做而已 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只是提出一个指引说 你应该这样做 其实会针对在这个指引下 就能够去把它给完成的人 我认一定是少数 这一定是需要有政府 公共资源的力量 它有一个持续性的推动 甚至是阶段性的推动 设定阶段的目标 在这个推动的计划 行动的计划之下 包括提供资源 包括提供协助相关的法规 其他部会不一定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最该提出行动计划 不是刚像刚刚说 可以要求其他部会做 而是卫福部自己就应该担起责任 有一个跨部会的相关的 合理调整推动的行动计划 把责任给扛起来 告诉大家 尤其是民间的资源 公共资源当然该优先做 我说公家的公营的单位 当然应该优先做 但最挑战的事情是民间的机构 民间的单位 他要怎么做 要怎么让他协助他 一步一步往这个方向做 甚至是阶段性的做 我觉得这部分 不是只是一份指引的问题而已 所以刚刚讲到说 会要求其他部会要提出计划 我觉得四位服务应该提出一个 更完整的整合性的计划 包括编列资源 我编列资源的意思 不是要你帮民间单位 负担他的义务 而是你要有资源 一步一步的推进 阶段性的推进 包括教育 包括你必须帮他排除 某些也许法规上面的问题 包括他可能在实作上面 会遇到一些问题 你要怎么帮他去 跟其他部会去协调整合 我觉得卫福部 要把这事情给担起来 所以不是只是指引而已 谢谢 好谢谢 这些侯委员的发言 我想请请称赞部门去 我们是保留 所以还有时间去 大家智慧的一个激荡 会创造更好的一个结果 那么第16条就保留